大家好,这里是Jeff科技视角 今天是6月6日星期二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苹果昨天刚刚发布的头戴式显示器Vision Pro 那么这个售价达3500美元一台的巨昂贵的家用消费类电子设备 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 很多朋友其实并不太看好 因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头 以元宇宙为代表的这种VRAR技术 实际上是遭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泡沫破裂 相关的电子产品它的销售额在2022年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下降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VRAR产品它的前景 整个行业实际上都是有所怀疑的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里头 苹果推出了自己的头戴式显示器产品 而且售价居然这么高 会不会遭遇一个滑铁炉 这个是大家都有疑问的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苹果作为非常特殊的一个消费类电子产品提供商 它的影响力非常独特 我认为这个头戴式显示器 很有可能给整个行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那么首先我认为带来的最大的影响 是从标准角度所带来的 那么大家知道 传统的所谓的头戴式显示器 包括微软的 包括Meta的 它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控制设备 两个手持的设备 那么它的交互更多的是通过手持设备来完成 而且它更多的是画了一个元宇宙的巨大的蓝图 然后大家是以手持设备 以头戴式显示器为元宇宙的入口 然后去完成相应的交互 那么苹果这次发布的Vision Pro 它给自己定义的 实际上和元宇宙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官方的新闻稿里头描述的是 叫做Special Computer 一个空间的计算机 那么实际上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这个Vision Pro 更多的是在空间里头 通过三维的操作 来完成体验 完成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机平台 所以它并没有强调 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元宇宙的环境 让人能够在元宇宙里头去完成各种各样的操作 所以它更多的只是把自己定位 成为一个交互设备的革新 那么相应的 Vision OS 苹果也称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空间操作系统 所以它并没有和元宇宙的巨大的 这个宏大的概念 做了一个link 那么具体操作细节上来说 它抛弃掉了传统的VR设备的手柄 只凭手势 凭这个目光 眼神 以及凭声音 就可以对于设备进行相应的操作 当然它也有自己一些简单的这个操作按钮 比如说这个 头戴式显示器上的一些旋钮 但是主要的操作是通过眼神 手势和声音来完成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革新 这个也是对于头戴式显示器交互的一个标准的变化 那么第二 就是基于这个变化基础上 苹果定义了一个新的所谓的 iSight 目光的这种设计 基于这个iSight 苹果同时在它自己的Vision Pro前面 还设置了一个外设的屏幕 那么这个屏幕是可以显示操作者 在和现实交流过程中投射的眼睛 这个之前的VR设备里头 基本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创新的设计 第三 就是Vision Pro 刚才讲了 它用的是Vision OS 是所谓的第一个空间的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操作系统和相应的上头的应用 可以和苹果现有的Apps 去做一些相关的交互 整合和iPhone跟Mac产品的联动 第四 苹果的头戴式显示器 还可以提供一个我们叫做Persona 或者说我们叫做一个数字人的概念 就是当你和别人通过这个头戴式显示器 进行电话会议的时候 他并不会看到你实际戴的这个显示器的状态 而是在这个后台帮你生成一个 类似于数字人一样的 根据你的动作去调整他数字人的这些 这个眼光了 动作姿势了 那么别人看到你的形象是没有戴这个头戴显示器的 这个数字人的结果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你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形象和你带着显示器的形象是 没关系的 不是说没关系 有直接关系 因为你的动作实际上都是通过数字人体现出来的 只是说看到的形象是可以经过这个数字人加工设计之后的 你认为一个理想的状态 所以这几点实际上都是在现有 就原有的这个VR基础上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 我相信这些变革在未来都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头戴显示器的一个主流的标准 就大家会往这个上面靠 也会尝试抛弃掉自己的手柄 因为无手柄操作确实是会更加方便 也会前面设一个多出来的屏幕 让这个使用者和外界有一个更好的目光交流 也会提供这个Persona 就数字人虚拟人能够让大家一个更好的 更这个漂亮 这个更喜欢的形象来出现在大家面前 所以未来当你发现跟你交互的这个人是一个Persona的时候 是一个数字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哦 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头戴显示器的这个用户 正在使用头戴式显示器来和你交流 那么这个Persona呢 背后也是苹果的这个机器学习技术所支撑生成的 实时反映了用户当前的面部表情啦 眼光啦 手势啦 那么这块呢 实际上未来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去挖掘的 就在今天早上 我刚刚跟这个某度的一个运营聊了一下 他就跟我讲到 他们现在正在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就是有关这个Persona的因为对于一些视频的博主那么他愿不愿意去尝试去用这些数字人的这种概念去完成自己一些内容的创作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 因为对于我这种形象不佳 口齿不清 然后尽管脑子里有非常多的想法 但是表达起来经常是磕磕绊绊的博主 有了这个数字人这种东西 会让我的这个内容的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 我只要写脚本 然后去录下一些关键的表情啦 姿势啦 然后我可以搭配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啦 然后把自己再偷偷摸摸做个瘦脸啦 对吧 眼睛弄大一点啦 以后我就直接可以写脚本帮我去录视频 多好啊 对吧 所以这个Persona实际上对于未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 就将来你在网上的交互你已经看不到真人了 有可能大家都会首选用Persona来跟别人交互 尽管你是实际是在讲是在怎么样 但最后他看到的全都是数字人在做相应的表达 数字人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这方面的标准和对于产业的刺激 可能不只是局限于头戴式显示器 会影响到未来所有的社交媒体 尤其是基于这种视频跟声音的社交媒媒体的这种交互 好了 这是第一个制定标准 可以看到这些标准都是以前VR没有的 苹果首先提出来 而且我预期它会很有可能成为整个行业的主流的趋势之一 那么再说产品本身它的完成度非常高 它的体验标准的全面改变 就是因为前面这些具体的交互的标准和相应的内容提供的标准的改变 所以用户体验的标准也做了全面的改善 用户不再需要去拿着笨重的控制器或者是运动感应棒来使用这些VR设备 而且耳机附近大概有近十几个摄像头以及传感器 可以来捕捉用户的目光可以来捕捉用户的手势 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以前大家没有这么做过 那么现在苹果做出来了 相应的产业其他的竞争者就必须跟上 因为它给用户提供了一些更加容易使用的体验 你要想达到同样的客户使用体验的水准的话 你也同样的需要去堆料把自己的这种处理能力 把自己的传感器的数量把自己的摄像头的数量提高上去 然后可以提供基于这种目光识别的这些功能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提升和促进 那么用户在熟悉了苹果的这些相应的操作之后 也很快会熟悉类似的这种通过眼睛 通过手势 通过声音来控制虚拟的指针 控制各种各样的选择 以及菜单浏览菜单选择的这些功能 所以这些客户体验的标准带来的改变 让所有的操作标准也同样带来改变 所以在这点上苹果应该说 树立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行业门槛 然后顺带把这个行业门槛背后的标准 给画了一个初步的框架 大家都要按照这个标准 或者说起码要达到这样的水准 未来才有竞争力 好 那么虽然我没有看到实物 实际上现在能够看到实物的也非常少 适用的更是少之又少 但是以苹果对于这个用户体验的这种重视程度来说 我相信这个产品的用户体验不会太差 我看了几个试用过的这个视频在YouTube上 目前大家都没有反馈出 像以前有这个VR过程中间 比如说用的头晕 就是这个刷新速度 这个跟踪速度不够 这个问题 现在我一个都没看到 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的问题 实际上也比较少 所以可以看出苹果的这个产品 用户体验 目前看来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那么如果说硬件平台 不能够支持用户这种非常流畅的体验的话 我相信苹果不会那么贸然入场杀到这个战团里头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没有那么好的 这个行业发展趋势情况下 它跳进来一定是有非常大的把握的 那么可以看到苹果以前做这种创新的产品 一直都是 它永远都不是最新的 但是它通常都是在一个 这整个niche market 要变成主流市场的一个关键节点 跳进来的 比如说 最早它做这个iWatch 那么当时智能手表 其实已经出了很多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主流的 而且大家暂时都还不太完全能够接受智能手表的情况下 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 苹果开始做自己的智能手表 然后很快的智能手表 一下苹果就变成整个行业里头出货量最大的 当然和其他更成功的产品相比 这个iWatch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相对其他智能手表厂商来说 iWatch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同样的还有像AirPod 对吧 AirPod之前大家都做蓝牙耳机 无线的蓝牙耳机 但很少有人分开来设计左右耳的 更没有设计那么小的 那苹果一跳进来 然后它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设计 一下就让后面 这个小型化耳塞式的蓝牙耳机 一下成为蓝牙耳机的主流 大家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这个价格贵了 一下把这个市场给就硬生生的给变成一个主流的市场 实际上现在这个Apple自己也变成苹果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创造来源 基本上是苹果最重要的配件了 人手一个了 可以说 所以在这点上创造市场把握机会上 尤其是把握这个从early adapter到主流市场的这个时间点 苹果一向是把握的很准的 所以这次如果Vision Pro不是卖这么贵的话 我真的是充分相信它把握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VR AR爆发的这个前夜的点 但是现在那么贵 我想这个爆发点可能还要再往后推一推 但是还是非常有机会 苹果能够等到的 换句话说 前面大家做的 不管是微软的HoloLens或者是Meta的这个Quest 到Quest Pro到现在Quest 3都有可能是在帮苹果蹬路 帮苹果培育市场 苹果现在冲出来摘桃子了 好了这是第一个这个制定标准 第二个呢是这个引领产业链 呃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高科技制造业要看复杂度 上来就要看BOM看这个物料清单 这个我在讲大大飞机的那个视频里头也讲的 这个复杂程度实际是跟物料清单的这个数量 物料编码数量是直接相关的 就跟零售行业最复杂的什么 最复杂的沃尔玛呀 沃尔玛多在哪里 SKU多 SKU就是你的这个商品 最小的商品单位 一个沃尔玛大的Supercenter 它的SKU可以到一个million 一百万个不同的商品 所以他你想supply chain管起来要多复杂 所以SKU越越多 零售行业管起来就越复杂 那么对于制造行业来说就是看BOM 你的物料编码越多你的这个供应链管理起来就越复杂 那么对于像这个投胆式显示器的这个行业来说 那么我相信很多物料都相对来说是比较special的 就是这个行业所独有的 那么以前市场不够大 所以整个供应链的配合相对来说就会差一些 就是愿意去制造相关的这个产品 相关的物料的供应商就会比较少一些 相应的你的拿这些物料的生产也好 这个整合的成本就会相对比较高 那么当一个大玩家跳进来之后的话 整个行业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那这个物料的丰富程度 物料的价格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那么苹果这次透露它的这个Vision Pro 它涉及它差不多有4500个专利 那这就意味着它这个设备里头物料数量一定不会少的 当然Bump我们是肯定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出来它的这个物料的级别 一定是会比这个之前的手机也好 消费类其他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也好 它的数量会多的多对吧 那么从现在的配置来看的话 它的物料清单里头核心的包括一个M2和一个21的芯片 双芯片 然后摄像头是12个 麦克风是6个 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用来完成核心的计算 以及捕捉用户的眼睛和手势 完成这种交互和应用软件控制 所以它的这个物料相对来说 复杂程度也会比较高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电池 现在续航只有两个小时 我看雷尼尔的推说 这个是不是应该配一个电池的战术背心可以支持长续航 那这是开开玩笑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些东西都是会成为物料的一部分 所以未来整个产业链都会随着苹果跳进来 大家都会去有更多的供应商加入战团 然后去把生产的价格打下去 然后把工艺水平给提上来 另外一个配合的就是开发 整个应用的开发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构建的核心中间的核心 这个我相信对于移动产业链非常熟悉的朋友应该很清楚 很多时候一个平台是否能够成功 关键就是看它的ecosystem是不是有足够的吸引力 苹果相对于Android有吸引力 就是因为苹果用户特别愿意买单 苹果的产品的适配又相对比较简单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型号和屏幕的尺寸 开发mobile apps特别容易 然后相对来说又比较标准化 所以开发成本很低 这个就是苹果ecosystem特别丰富的原因 同样的现在苹果跳进到头显的行业里头 那么实际上从2017年的时候 苹果就发布了自己的AR开发平台 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应用了 去年1月的时候 Tim Cook透露 整个的苹果的应用商店里头 大概有超过1.4万个AR kit的应用 所以实际上应该说这个开发平台已经非常成熟了 起码说bug比较少了 而且有很多开发人员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现在苹果拿出了一个新的OS 拿出了一个新的硬件平台 然后在这个硬件平台基础上还有一套新的 user experience 用户交互的界面 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开发者现在是 跃跃欲试谋牵擦掌的希望马上杀入这个战团去开发 基于Vision Pro的这种虚拟现实的应用 他们一定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明白着很有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蓝海 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蓝海 那么能够早点杀进来一定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对于苹果杀入这个战团 他很有可能引领这个行业往前走一大步 应该说消费类电子领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颠覆性的产品出现了 那么不管是前面的应用开发者还是后面的产业链 大家都在嗷嗷待不等着一个新一代的创新电子产品出来 那么包括消费者现在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换机周期越来越长该有的都有了 对吧 那么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那些不差钱的就愿意冲进来尝试一下 那么基本上来说我觉得Vision Pro应该是正风起始 这个时间点是蛮好的 最大的障碍还是价格 三千五百美元 等到价格打到比如说 一千七八就差不多原现在价格的一半 我相信很快就变成一个相对主流的一个消费类电子产品了 起码说最差最差也就跟iWatch差不多 这个是我我的预期了 好了 讲到制定标准 讲到对于整个产业链的提升 包括这个供应链的 包括应用开发的 那么第三点就是教育客户 那么客户对于VRAR的体验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我自己也试用过 但是感觉不太好 那么现在如果有一个新的体验大大提升的一个产品出来 那我自己当然愿意重新去试一下 应该说之前过去两年这个元宇宙给大家带来的失望还是蛮大的 吹得很厉害 但真正带上开始试用 大家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的 那么所以呢 元宇宙这个名字现在大家有点审美疲劳了 苹果提出来这个空间计算实际上就跟之前的元宇宙做了一个区隔 大家不会再去期望说后面有多丰富的东西 而聚焦于眼前的这种交互模式的改变 那么所以呢 就首先让大家意识到元宇宙和现在苹果力推的空间计算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苹果现在真的是有一批死忠用户 当然我不能算死忠用户 我只能算说有好感吧 那么像OpenAI的老板Sam Altman就说过 第一批用户不在于多 而在于是不是沉浸其中 真的是变成体验非常好的 或者说愿意去做口碑传播的种子用户 那么如果有这么一批用户 他自己体验非常好 而且他确实使用的非常多 经常性的在用 而且向别人积极推荐这个产品的话 那么市场开拓会非常容易 实际上这就是XGPT的发展的过程 从去年11月底开始上线 哗啦一下一堆人 包括我 我是第二天就开始用了 然后很快的就跟别人去讲 我自己也录了很多有关XGPT的视频 建议大家去用 所以这种情况下 很快的这个市场就会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在Vision Pro 这个未来的市场发展也很有可能 变成这样的一个趋势 当然价格变得更清明的基础上才能够到这样一个水平 但起码说大家会更加有兴趣的去试一下 这就是销售机会 对吧 那么2022年全年全球的 这个A2 V2头戴式设备大的出货量大概是880万台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数字了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是12亿台 智能手表的出货量是5亿台 所以实际上可提升的空间非常大 换句话说有大量的用户 实际上从来没有体验过 这个V2 A2的头戴式设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苹果杀进来就很容易引起大家兴趣去试一下 一旦价格合适或者说培养出来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有独特性体验的应用场景的话 很快就有机会booming出来 那么要知道应用开发使用场景和用户基础 实际上这个是互相促进的 不论哪一个快速提升都会促进另外两个成长 对吧 用户很多 那么就有可能有些用户发现出新的业务场景 同样的越来越多的这个独特的业务场景 也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和更多的开发者加入其中 所以苹果变成一个推飞轮的一个最大的 最有力的推手 之前飞轮已经被微软 被Meta 被其他的这个头戴式设备 已经推了一段时间 慢慢开始转了 苹果现在下来摘桃子 希望它尽劲最大 最容易把这个ecosystem去build up起来 就有可能真的去把这个飞轮的速度彻底带起来 应该说所有的头戴式设备的厂商应该都会很高兴 苹果在这个时间点跳进来 它相当于有可能真的是拯救了整个行业 因为它一进来应用的开发的资源和生产供应链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我前面讲过了 所以苹果扭转当前ARV2头戴式设备的下滑的趋势 2022年出货量同比是往下跌了21%的了 所以在2024年 因为它2024年年初才正式供货 影响是从2024年开始 从美国市场开始 能不能扭转这个趋势 从最早的那种这个技术极客 中间转化成为在大众客户中间培养第一批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么根据这个Web Bush Securities的分析师预估 2024年苹果的Vision Pro 第一年大概会卖出15万台 然后到第二年会增加到100万台 当然它的预计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第二年100万台和整个的 2022年的出货量880万台相比 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 我觉得如果2025年 它能够出第二代价格打下来的话 有可能会达到市场容量 2022年市场容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我一点都不担心 只要它的价格真的能够达到17001800的水平 会很多人愿意去尝试 而且就算iPhone自己它在刚上市的时候 第一年销量也就1000多万部 所以这个市场是需要一个良性的互动的过程 这个良性互动过程会极大的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那么后面到底怎么样 我们走着瞧吧 好吧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